我们就会希望说用百香果来作为它另外的一个搭配的馅料 搭配的酱料这样子 然后让客人吃起来呢 除了吃到传统的舒芙蕾之外 还能吃到在地的特色 那也让这一份甜点更有一点层次 普里正一位返乡青年 为了让来到家中经营餐厅用餐的顾客 能够吃到健康的食物 在2016年前往日本向蓝带主厨学习烘焙返乡之后 就利用普里在地农产作为烘焙点心的食材 让顾客在普里也能够享受到安全卫生 且有别于中式餐点的饮食文化 既然都有这个兴趣了 不如就多投资自己一点 我就跑去神户的蓝带 跟一位很厉害的法国主厨来学这个甜点 那也从一些法国人身上学到不一样的饮食文化 那我们也希望慢慢的把这些 他们的慢食的这个文化呢 带到我们带到我们的故乡这样子 最近这几年食安的问题也很严重 那我觉得我们必须除了中餐之外 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吃甜点嘛 我们希望说自己下来了解食材 认识食材这样子 然后让自己和客人再吃不论是中餐 餐厅原本的中餐还是饭后新研发的甜点 都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县原廖志诚肯定返乡青年的用心 能够融入在地食材 让来埔里游玩的民众能够享受到在地美食 进而提升埔里农场的能见度 也期许更多人能够来开发更多在地产业的产品 帮助地方产业的发展 在地的食材来做一个开发 这应该是最好的环保 低碳 不然还有经济 营养都最好的 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农兔团都融入 我们的美食料理跟我们的方便料理 其实这就是最高点 就是说因为在地的食材都最新鲜的 算是品质最好的 不用更加温温或是文殊的过程当中 它的鲜甜鲜美味道 现材现作其实是最好的 这种其实用在美食的时候 我觉得对身体不管是营养 还是吃得健康或许多都很好的 副医长攀拳肯定返向青年的用心 也期许年轻朋友都能够发挥巧思 开发更多融入在地食材的产品 进而提升埔里农场的能见度 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记者成为一埔里采访报答 我们下期再见